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雅各的第四章 雅各的第四章总共有16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良人赞美驾傲外在和内在的美丽 驾傲呼唤北风和南风吹来 我们来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七节 良人赞美驾傲相貌的美丽 第二段是八到十六节 良人赞美驾傲内在生命的美好和丰富 驾傲呼唤北风和南风吹来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十二节到十六节 经文这样说 我妹子我心腹 乃是关锁的圆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 你园内所种的 结了十六 有加美的果子 并奉仙花与拿达树 有拿达和番红花 仓谱和桂树 并各样乳香木 墨药 沉香 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你是园中的泉 活水的井 从泥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他加美的果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读到本章 就该知道 本章的一节 一直到五章的一节 乃是接续前面第三章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 因为从三章六节一直到五章一节 乃是雅各中的第三首歌 在昨天我们所读的第三章的第二段 六到十一节 经文乃是借着苏拉命女身旁的朋友和众人 由他们的口叙述出所罗门王迎亲的场面 在王迎接心腹的路上 仪仗的队伍声势浩大 一路上所点燃的香料 其烟气上腾 形状如同烟柱 在仪仗队当中 既有所罗门的华教 又有所罗门周围的武士 整个的场面又荣美又盛大 家偶已经在仪仗队中 与王一道 显得格外的荣耀和尊贵 那从四章一节一直到五章一节 就是接续这个场面 其内容是 王向家偶发出赞美 借助着诗一般的语言 夸赞家傲的外在和内在的美好 我们读经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发现 虽然三章的六节到十一节 是在描绘王家取亲的盛况 但其实整个的第四章 经文当中显示的良人 明显的不是王的形象 而是一个英勇牧羊人的形象 因为在经文当中 出现了很多自然的场景 这显示了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诗句不像是从一个养尊处优的 在宫殿当中的王口中所发出来的话 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的感受 但愿主圣灵能开启我们 突破对经文理解的局限 让我们重点来看 经文所透露出来的美好灵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七节 良人夸赞加傲 外在的美丽 这美丽按照第七节所说的 那是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从本段的一节到五节 经文借着男子的口 夸赞女子 无以伦比的美貌 这美 那是表现在女子身上的 几个重要的部位和器官 要记得这女子 乃是三章第六节所形容的 她是从旷野上来的 这女子的美 反映在哪些身体的器官和部位呢 第一节讲的就是眼睛和她的头发 经文说 我的家偶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 好像鸽子眼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裙 卧在激烈身旁 这是诗歌的语言 描绘和比喻都非常活化 经文再用重复的表达 称家偶乃是美丽又美丽 接着就形容她的眼睛和头发 先提的是帕子内的眼睛 就好像鸽子眼一样 我们注意到一章的十五节 良人就曾经夸赞过 家偶的眼睛如同鸽子眼 古代地中海 近东一带的女子 外出的时候 不会以整个脸面示人 而是会在脸上蒙上帕子 遮住大部分的面孔 但却会露出一对双眼 通常一个女子美不美丽 人们就无法从面貌上来判断 因为已经被遮住了 但是眼睛却遮不住 所以古代女子的眼睛 美不美丽 十分重要 良人再次形容 家偶的眼睛好像鸽子眼 我们说过鸽子的眼睛透露出 专注 单纯 无瑕 善良和纯洁 这表示 家偶向着良人 有着不可动摇的专注力 他不向世俗的事物乱看 也不显示 乃是专注看他的良人 以他的良人为至宝 为最美好的 这里的经文就在提醒我们所有爱主的人 向着主 我们的一双信心的眼睛要单纯专注 不可在他以外的事物上乱看 斜看 远你我的注意力都不被别的事物所吸引 另外一个方面所形容的就是女子的头发 女子的头发被形容为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 古代的以色列由于山地比较多 所以他们羊群中的羊很多都是山羊 而山羊的颜色又多为黑色 一只又一只的山羊若长得健康 他们身上的毛发就又黑又光亮 当他们在激烈山吃草的时候 那景象是十分的美好 激烈山又被叫做是激烈高原 在约旦河以东 激烈虽是高原 但是高原的顶部 却是一个又一个地势缓平的圆秋 高原上有美好的草场 羊群就在这美丽的草原上被木发 其景象无比的祥和 我们提过格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 头发乃是符全柄的记号 这就表示在家傲的生命里 有着像良人的全心的祥福和谦卑 它乃是代表着一群全心爱主的圣徒 他们尊主的旨意为圣 并且也能行在神伟大的旨意中 这就是透过家傲的头发 所反映出来的灵异 第二节讲到的是牙齿 经文说 你的牙齿如心剪毛的一群母羊 洗净上来 个个都有双生 没有一个上吊子的 按照古代的传统 人们为羊剪了羊毛以后 顺便又给他们洗澡 当羊洗净从水中上来 身上都是洁白的 每只羊都充满活力 喜乐又欢快 这就在形容家傲牙齿的完整 乃是又整齐又洁白 绝不会缺牙漏齿 人的口腔是人身体上的重要器官 尤其是牙齿 因为人若牙齿不好 咀嚼能力就差 消化也不会好 那就更谈不上吸收了 所以牙齿的好坏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 一个健康的信徒 不但在生命的初期 能够喝灵奶 还应该在以后长大的时候 能吃干粮 牙齿就保证了 人有充分的咀嚼干粮的能力 这样就可以将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一个人的灵命就会强健 能抵御各种外在的困难 包括疾病的侵袭 我们在主里做传道 做同工的人 尤其要记得有一口好的牙齿 在教会中 有的人非常清楚地指出 一个教会当中的好传道人 他们所起的作用 就是为教会来当属灵的牙齿 传道人这样吃神的话 咀嚼神的话 就决定了信徒会听怎样的信息 会吸收和消化怎样的真理 所以传道人的鼠灵的牙齿 非常的关键 第三节提到的是 加偶的唇 经文说 你的唇好像一条珠红线 你的嘴也秀美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榴 这节提到了唇 提到了嘴 也提到了两太阳 唇和嘴是连为一体的 加偶的唇漂亮 显得很有血色 这就是健康的表示 因为经文说 女子的唇好像一条珠红线 珠红线很自然 会叫我们联想起神的拯救 还记得约书亚记二章十八节 约书亚攻占迦南之前 又派探子到伊利哥城 两个探子在离开 哪和家里的时候 就告诉哪和 可以借着一根珠红色线 使全家都可以得蒙拯救 后来这拯救的事果然发生 加偶的唇好像珠红色线 其实就表示 这就是得救之后的人 在他的唇上 一定要有被救赎的生命的标志 这也让我们联想到 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当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主 他看见神伟大的圣洁 威严和荣耀 他于是就悲叹 自己乃是嘴唇不洁 有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的 又因他眼见万君之耶和华 因着他有那样的光景 他见到神会让他灭亡 后来撒拉夫就在神的坛上 捡了火炭 沾先知的唇 先知的唇便得洁净 为什么神的坛上的火炭 是沾过和烧过寄生的肉的 这就表明救赎 以赛亚的唇被火炭沾过 于是他就得了救赎 也得了洁净 所以我们可以说 先知的唇也是一条珠红色线 你我所有被耶稣的宝血所拯救的人 我们的唇 我们的生命 都是一条珠红色线 乃是有着被拯救和被洁净的标记 神认得出 天使认得出 黑暗的权势也认得出 当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唇成了一条珠红色线 那我们的嘴也就变得美好了 因为那得救的人 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家偶 他们一定会 像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 常常以颂赞为继献给神 这就是那曾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家偶会常常述说良人的美好 因为良人的嘴是秀美的 家偶的嘴也必然秀美 因此我们在今天 几是从说话的方面 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 他的生命中 有没有被救赎了的标志和记号 第三节的经文 不但提到唇和嘴 另外还提到两太阳 有人理解两太阳 以为是太阳穴 但其实两太阳 是指女子的两腮 在古代的很多民族 他们都认为 女子的美丽是要表现在 两腮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脸蛋 一定要红扑扑的 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高原红 这是家偶健康的表现 当然 女子的两太阳 是被帕子遮住的 经文形容 女子两腮的红润 就如同抛开的石榴一般 那这样 大家就可以想象 家偶的脸颊 该会是何等的红润 第四节形容的是 家偶的脖颈 经文说 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 收藏 军器的高台 其中悬挂 一千盾牌 都是勇士的堂牌 这节在描绘家偶 美丽的景象 在有些文学作品中 会形容一个女子 美丽的脖颈 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 而本节的形容 极为夸张 那是从军事和国防的角度 来形容家偶的脖颈 我们要知道 圣经当中提到人的景象 会有着不同的角度 比如若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 人在神的面前挺着景象 可能是表示 有着刚硬和悖逆的心 不肯降服 不肯听命 所以圣经会责备人 在神和神的律法面前 有着刚硬的景象 但本出的经文提到家偶 则是在形容 他的自信 自豪 刚强 勇敢 有能力 他绝对不会向黑暗权势 仇敌 来屈服 骄傲 因有良人爱他 和与他同伴 他的生命当中 就充满了荣耀和尊贵 刚强 勇敢 和信心 向着一切的困难 软弱 灰心 绝望的环境 来夸胜 他的景象 就代表着 他靠神 有着坚定的信心 这信心 不是凭空而来的 乃是被神 所帮助 和装备好了的 乃是大卫 建造 收藏 军器的高台 其上还悬挂 一千盾牌 那就是 勇士的藤牌 在以弗所书 六章十六节 保罗就将信心 比作藤牌 这藤牌 可以灭尽 而遏制 一切的火箭 结合着这样的经文 我们就得知 由家偶 所代表的 一切的众圣徒 他们因有着 从神而来的信心 便可以抵御 生命当中 所遭遇到的 一切的疑惑 惧怕 和灰心的事 人 若像家偶一样 信心 能得 如此 坚固的装备 我们就可以 向一切 与主 和与我们为敌的 来夸胜 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 都已经得胜 有余了 因为这一切 都不能叫我 于基督的爱 隔绝 罗马书 八章三十九节